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大灣區的交通的佈局 因為最近香港的地鐵中了深圳地鐵13號線 他們有一個合營的項目 一些叫做PPP計劃 什麼叫做PPP計劃呢 就是叫做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營合作 內地政府出錢 跟私營 私營就是地鐵合作一些計劃 興建一個13號線 13號線包括有投資、建設和營運 內地就叫做運營 整個東西是由後海去到光明新城 整條這個就是13號線 其實現在內地那個叫做大灣區的佈局 基本上高鐵是想做一個叫做一小時的生活圈 他們會投資4,741億 就是去鋪設一些網絡 其實現在在香港來說 在大灣區的網絡 其實分開西面 中間 和東面 西面 就是叫做江中 朱澳 就是江門 中山 珠海 和澳門 這個就是向西面 中間就是深、管、瑞、佛和兆 就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和兆慶 向西面有幾個延線 有瑞管深城際的南延線 中南虎城軌 南沙去到珠海的城際 港珠的城際 這些是西面的 中間就是港深港高鐵 港九直通車 瑞管深城際 港深鐵路 佛山經廣州去東莞的城際 這些就是中間 在東面就是有 深衛城際 深圳機場去到大亞灣的城際 瑞管深城際南延線 江西高鐵 就是江西那邊 下深鐵路 就是廈門和深圳的鐵路 這些就是他們向東那邊 就是說現在已經鋪了這些網絡 就是去令到香港在裡面 整個大灣區裡面 一小時可以到達到剛才的 港澳大灣區 9加2 11個城市 都可以一小時到達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灣區的經濟 其實是說幾件事 人流、物流和錢的流動 如果你的基建鋪墊不好的時候 人流和物流就不會流通 至於錢的流動 分開兩樣東西 因為始終都分開內地 境內和境外 境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澳門和香港 始終都是特區 它用的不是人民幣 澳門就用澳門幣 香港就用港幣 那始終兩個貨幣的進出 是需要登記的 因為央行 其實根本是有意思 是用不同的貨幣 做一個防火牆 那些人經常都想說 人民幣會國際化 其實中國的而且確是不想人民幣 國際化 因為他們內地的賬保 或者是太容易出入的時候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不好 其實很容易會被人衝擊它的貨幣 那反過來 有香港或者澳門做一個緩衝 做一個演失戶 去過一個冷河 其實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那對香港其實絕對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連人民幣都自由開放的時候 那香港的功能就會少了很多 今時今日香港還有它的價值 就是因為東西方還有一個對壘 它需要一個人去緩和 做一個界面去平衡 那其實就好像等於有很多有錢人去買賣物業 其實A的有錢人要賣給B的有錢人 其實大家都是認識的 為什麼它要通過一個中介去談 就是因為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它是不想露底給它看 就算它給一個佣金去那個中介人的時候 雙方可能拿到的條件都會是最好的 反過來沒有一個中介在的時候 那個交易未必會成功 亦都不會做到一個大家都是一個共贏的交易 那這個是香港的功能 那好彩或者是不好彩 其實中美的博弈其實是幫了香港的 有些人就說令到香港會是差了 其實在我自己的看法來 中美的貿易戰或者現在的對壘 對香港反而是一件好事 會令到它更加有價值 但是香港有個好處就是 剛剛在中間它又在大灣區裡面 亦都可以做到人流物流 只不過錢的流動是需要配合內地國家的政策 今天想說關於大灣區的發展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談一談 拜拜